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,桃园市中立区64岁理性土木营造负责人,前年11月承揽中立吉林二路改善工程,但当天吊车送修,他竟指示黄信工人操作挖土机,违规吊上钢筋水泥管,但黄南市第一次开挖土机,水泥管剧烈晃动,落下砸众挖土机,正下方的省信工人是难多处骨折,腹腔大量出血,脏气裸露, 送医后人宣报不治,检方意业务过失致死罪将理,黄两人起诉,检方指出,李南负责现场指挥监督,当天吊车故障送修,他就指派黄南开挖土机吊钩所置于挂尔上,并要求沈南在下方协助指引,检方征讯时,李南坦诚因吊车故障,才指派黄南驾驶挖土机代替,黄南也公称, 他是初次操作挖土机不熟驾驶方式,作业时水泥管突然剧烈晃动,站在车上的沈南跌落地上,结果水泥管掉下,直接砸中沈南,检方根据现场监视画面,双方证词及验尸报告等, 以业务过失致死罪前将李黄南人起诉。